你好,我是Martin 我是Kenji 接下來兩個星期 我們受到委託要在 《甜酸苦辣仙》這個節目中 帶你們去搜羅世界各地的五種味道 所以作為初歌的我們 當然取而不取難 向天然食材豐富的台灣入手 既然叫做甜酸苦辣仙 不如就由甜開始吧 台灣的甜辣仙 台灣的甜就硬要硬硬 在池面有杯珍珠奶茶嗎 珍珠奶茶會否太行 香港到處都是 不如試試甜的春卷 或者甜的麵 這是甚麼 你帶上一些正常點的東西可以嗎 這些對台南人來說是加上變回 我們去完台南 還可以順便去高雄市的金鑽鳳梨 事不宜遲 我們一起去找台灣的… 甜酸苦辣仙 不宜遲 各位觀眾朋友們 各位觀眾朋友們 有些靈感 我們要來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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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很快就來到台南了 聽人家說來台灣吃甜食 一定要來這裡 沒錯,而我在大平坡附近 有一間春捲名店 有一個秘密菜式 秘密菜式? 對 原來不是傳說中的 是超級男人,當然要小聲一點 走吧 可以了 其實是在歷史上 我們以前叫俯城 表示說它是早期台灣的文化重心 那接下來我們進到日治時期以後 這個地方又產唐 等於說唐在那個時候算是 貿易上蠻有地位的東西 它也是比較奢侈品,它比較貴 那因為這個城市發展得早 所以有錢人也比較多 那他們會用去把唐、入菜 還有款待其他扣人的時候 使用唐,讓東西吃起來撿 去彰顯他們有在那種經濟上的實力 漸漸地唐,它開始樹名化了 可是這個影響到口味的部分 它就是留在台南人的藝食文化裡面 所以普遍來講,台南的東西都比較甜 我剛才發現我們來到這裡 原路是沒有停過的,很誇張 對,還有剛才那個人龍 其實也沒有停過的 對 我們現在想試甚麼味道 我看見它的表在這裡 才是正常的 才是正常的 對 它的甜是…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它是一個春捲 它是一個主食,不會甜得到哪裡 但咬下去像像湯圓的餡料一樣 因為它的糖分很足夠 一咬下去,你看到所有菜、肉 甚至乳酪,甚至乳酪都是甜的 我剛才聽說我們這一站要吃春捲 我以為是小狗,應該不會很飽 但我遠看是這麼大的 很大狗 吃了一口已經覺得小狗 小狗很甜 但我聽說這間店有一個 人小的菜單 是神奇的菜單 對 不如我們試試…我當然做了功課 老闆,我想嘗試一個 春捲式不要蝦子多豆 超甜的 真的有神奇的版本 這個就是… 是否甜度比有20多個 20多個是超甜的 是 我想嘗試有多甜 很甜 那我們事不宜遲 嘗試這個超甜的春捲 老闆,我們現在去嘗試一下 好 謝謝… 大家看到嗎 那些糖水開始滲出來 對…它已經溶掉了 剛好在包這個春捲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它是用一種 很大的湯加來 不斷地撒糖上去 我不知道能否撒上去 我吃了一口 它真的… 不是很特別甜 跟剛才的正常甜度 其實差不多 普通話有一個湯 原來有些食物很甜 是叫做蠻甜 它不僅是蠻甜 對於我來說是甜的優美 很好甜 這個真的不是我個人的選擇 但很有趣的地方 那股糖、甜味過了之後 它本身裡面一些食材的味道 都會出現出來 我剛才覺得一口 會有炸過的芋頭 還有糖、蒜味 也很重 我個人喜歡吃甜的 但這個甜度 也是比平時我吃的甜度高 雖然這個春捲的甜度 不符合我們兩個人個人的選擇 但在甜酸、苦辣、鮮的甜中 我覺得它是一個成功的食物 因為它的甜沒有遮蓋其他食材 對,然後它的甜味 是有一定的歷史去支持它 對,我也認同 始終這道菜這麼多人吃 台南人這麼喜歡吃 也一定有它的原因 我覺得這番話是最特別的 對 因為我猜香港真的不可能吃到 這麼甜的食物 而且它可以客製化 剛才那間春捲店 所以是不錯的 對,體驗來說… 只是我們兩個不配吃這個而已 我們不是貴族 對,我們不是貴族 要體驗到台南人到底有多喜歡甜 只有這個超甜春捲當然不夠 曾經有台灣網民測試過 就連這個普普通通的麵線 也會被台南人私家的甜脂魔法 最甜的那款還有11.5度 還會甜的水果 看來除了甜品、街頭小吃之外 他們連煮食也不會放過 那到底是真的嗎 就讓我們嘗嘗吧 幾經辛苦,我們買了三碗麵 分別是浮水魚羹麵、鮮魚耳麵 以及吐托魚羹麵 我這碗鮮魚耳麵 以它爽脆的鮮魚為主 配合濃郁酸甜的湯汁 是台南人其中一碗最熱愛的麵線 那我先吃一口 到你了,是嗎 是 好 看起來好像挺稠的 是 其實這個也不是很甜 對比之前是否吃的春卷 我反而覺得春卷更甜 是 這個麵很甜 但我剛才喝了湯就不覺得甜 但吃完它的麵後 真的甜得很誇張 我這碗吐托魚羹 裡面吐托魚經過油渣 令它硬身的魚肉變得香脆 配搭它鮮甜的湯頭 看起來很好吃 剛喝完這個土托魚羹麵的湯 我覺得首先它的質地很稠 然後它會有一些… 我不知道是甚麼調味料 令它的甜味最後才會出現 我想說,我這個湯 剛才有三個來對比的話 這個好像最稠實 等一下 它的甜味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是這麼甜的 它的甜味是很奇怪的甜味 甜味的酸酸,然後又繼續甜 我覺得是甜味之前吃的春卷 春卷是甚麼 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可能是有些滲滲的味道 很百感交集,最後又帶點甜 不是帶點,而是帶很多甜 帶很多甜 對 這碗浮水魚羹用魚漿的彈口 加上濕木魚的甜 再加些少許滑龍點睛的黑醋 是台南風味的一絕 我反而覺得它的甜度其實不厲害 真的… 你看看,很奇怪 我又覺得 這碗浮水魚羹麵的甜味 是要我很真心地說的 有點像化工的味道 吃完這三碗麵 我覺得這碗浮水魚羹麵 真的稱得上何之鵝 這麼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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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連魚也覺得好吃 首先是炸過 然後再放進去 所以湯沒有特別大的魚味 但我覺得同時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會令整個湯的味道很複雜 很奇怪 對比三碗麵 這碗麵的味道是最正常的 而且我覺得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對 魚的味道很重 麵一入口就有一點煙韌 整個湯都在 三碗麵我們就吃光了 你覺得哪碗麵是最甜的 我肯定是覺得這碗 鮮魚鹽麵是最甜的 因為我真的衝擊我,我命來衝擊 太厲害了 好像有一斗貨櫃車撞進去 你剛才… 它的甜不是慢慢散發出來的果仔 是 而是進入我的腦袋 雖然我覺得這碗善與異面 甜度非常誇張 但我們在網上看到 這碗在台南是非常受歡迎的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找甜的食物 來台南真的沒錯 對,喜歡吃甜的朋友,快點過來 台南人多吃得甜,我們已經知道了 但代表到台灣的還有甚麼 當然是鳳梨蘇烏入面的鳳梨 根據台灣的農業貿易統計 2019年高峰出口期有5萬噸 是台灣出口最高的水果 而我們今天要親手摘的 是佔了台灣鳳梨總產量7成的 金鑽鳳梨 好,摘鳳梨而已 輕輕鬆鬆吧 那麼,現在我們來到 全台灣鳳梨主產地之一 好,大樹區就看看金鑽鳳梨 對你有多貼近 我寧願打冰球 我為何要這樣挑戰自己 很痛… 很痛,很痛,很痛 好,1 2 有時間重挫出口 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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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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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有鳳梨,下一步要怎樣做 不如試用最新鮮的鳳梨做鳳梨酥 試試有多甜 你會做鳳梨酥? 我當然不會 所以我請了龍牧社區的理事長 謝大哥教我們怎樣做 鳳梨酥的靈魂,就是他的餡 那到底有多甜 今天要讓兩位來做鳳梨酥的內餡 謝大哥,我們第一步要怎樣切 在尾部先切 你看看,人家有多好手勢 你連切下去也不敢 那些人是專業的 你趕快切吧 我們時間不多,快點 試一下,是否這個位置 大家都是頭部… 不,是打環 打環 我怎麼聽輸的 浪費了肉,大家看到嗎 切菠蘿,沒經驗 切蘋果總會吧,嘗嘗切吧 那我真的會,我告訴你 真的很會 這一點我還是半信半疑 試看看吧 有點像 現在我們把切好的蘋果水 倒進鳳梨酥的餡料裡 這個 一定用砂糖 然後… 這個就開火了 這個煮滾了,大概四個小時 它的水分只剩下6% 這個很甜 真的很甜 剛才吃的菠蘿 有酸味比較均勻 對 但這個味道超甜 真的超甜 是嗎 也是偏甜的 還未去到… 真的像鳳梨酥那種黑的感覺 你已經到第二階段了 總共七個階段 你已經到第二階段了 請你的左手換右手 右手換左手,繼續的 畢竟我們第一次一起來台灣 捐烈捐烈,找食物 當然要找熟人帶路 難道是台妹? 是姐姐 我跟她三、四年沒見 冷靜,恭喜試用 人家已經訂了一間視覺 在打卡餐廳 叫甜品等我們 快點 好,很棒 Elena 你好… 很久不見 對 我今天帶了我一個新的朋友 介紹給你 你好… 我是Kenji Kenji,你好… 我是娜起 你好 我的朋友已經把食物調好 我們先嘗嘗,好嗎 好 那你要吃那個 你喜歡吃冰淇淋嗎 我挺喜歡的 真的嗎 因為以前我是水球隊的 然後我喜歡跟隊友一起吃冰淇淋 就是有一種… 跟隊友一起吃 對,很甜的感覺 很幸福的 我就很愛吃甜 我就… 但太甜就不太行 這個對你來說會… 我覺得還好 因為冰淇淋是牛奶味的 然後它裡面底下的部分 是沒有太甜的感覺 所以會綜合掉 所以挺平衡的感覺 你要吃這個嗎 我想吃那個 那你幫它切吧 好,我可以吃嗎 謝謝… 它為你吃 你別害羞了 真的嗎 有點害羞 你剛才說,它挺可愛的 對 但是挺可愛的為你吃甜 就更甜了,對不對 好 好,那是位置而已 我跟你換位置 對… 你有點害羞 對 沒有 真的嗎 真的 天啊… 你小心點,小心點 它是白色的 好吃嗎 天啊,很好吃 天啊,這是甚麼東西 太多資訊在我腦裡爆炸 我覺得是有點茶的味道 茶 白…白絕茶的味道 你們來台灣有吃到甚麼小吃嗎 暫時還沒 但是我們只吃了在鳳梨 然後我們兩個人就穿短褲 你們穿短褲在鳳梨嗎 然後那個小吃嗎 對 聽起來有點可憐 那我帶你們去吃一些甜的台灣小吃 有興趣嗎 好 好… 那我們等一下去 先吃完這裡吧 有,可以 我們終於賣掉了一雙菇 雖然知道我們要吃冰火湯丸 但今天沒禮,怎可以不吃夜市 對,一定要吧 對,一定要吧 一定要吧 有,快點吧 快點吧 走吧… 快點,快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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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吃 然後再加上桂花蜜 這個桂花蜜是靈魂的存在 所以一定要加上去 它的桂花蜜很香 而且它的甜度是剛剛好 不會覺得是很甜、死甜的感覺 是不是想要再加一點 我想再加一點 它的層次很複雜、很有趣 層次很難怪 我小時候的爸爸媽媽 就是會帶我去甜蜜舖 糖水舖? 糖水舖 然後我練習練習 他們在糖水舖帶我去吃湯圓 現在吃湯圓令我想起… 就是我和爸爸媽媽溫馨的時刻 應該這麼說 食物很容易勾起你的回憶 甜的食物真的很多 就是高企人回憶的瞬間 對 很久沒試過這麼放肆地吃甜品 雖然我也是這麼想 但台灣甜的食物 有些真的甜得膩 糟了,又吃完甜去酸 會否很難受 下集我們要試他們的天然酸 相信我吧,溫和得來又好吃 那大家千萬別錯過 看看是否我們兩個這麼天然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